暑假搶檔電影讓人目不暇己 介紹一部獲得阿克萊德電影節 三項大獎的華人電影《歸途》 10日高雄首映會人潮爆滿 電台台長梁明達表示 看了感受很深 去年得了重病 鬼門關前走回來 看這部電影特別有感覺 電影《歸途》描述影視圈爆紅的男主角王浩辰 突然面臨離癌消息 剩下三個月的時間 生命即將走到盡頭 喪志的他選擇用旅行的方式走訪各國 卻因此走上不一樣的人生道路 我看得感受很深 因為我自己去年也生了一個重病 後來有從鬼門關走回來 所以今天看這個片子特別有感覺 我覺得每個人生都一定會有歸途 只是那個歸途的時間 可能不是你所預期的 所以這部電影是其實提醒 每一個人在你走的每一天 每個過程裡面 你要把它去享受美好 你要對你身邊的要珍惜 我們希望藉由這個故事告訴所有的朋友們 可不可以停下你們匆忙的腳步 在這個物欲横流每天忙忙碌碌的這種生活中能夠想一想生命的方向和生活的意義 到底我們該走向哪裡 八千萬 八千萬 你看到那種純粘 是不是有更加美好的東西 更值得追求的東西 生命 生命是不是有更美好的境界 值得去追尋 找到你的方向 找到你的信仰 我想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事情 高雄場規圖首映會 240個座位爆滿 映後還安排男主角江光宇和觀眾座談 分享拍片心路歷程 江光宇說 影片最後導演要求大哭 還要哭得有層次 挑戰巨大 他哭的動作表情是否及格呢 觀眾走進戲院 便知答案